嗨,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那前两天呢,因为英国首相约翰逊他请辞就下台了 那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个新闻 而且是很久以前就看过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好像是在Judy Heaven里 Judy海文利的预言里面曾经读到过这一条 那我其实是从老高今年二月份的一个视频里面 得知Judy这个预言家的 我当时就去上网看了一遍他所有的预言 然后每当国际上面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我再重新再看一下 然后这次就发现说,哇,不得了 真的是准确到就像看未来的新闻一样 那Judy她在她的世界预言里面的第二条 就已经写了英国的首相Boris Johnson,约翰逊很有可能会下台 前两天他就真的下台了 那因为我人在加州嘛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加州的预言 一看更不得了了 准确度高达90% 已经有90%的事情 差不多都发生完了 那Judy呢对于加州的所有预言几乎都已经实现了 但是还有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那一条 几乎每一个加州人都可能会受影响的 那就是加州的大地震 不单只是Judy预言了 连加州的地质调查局都说 在2038年以前发生6.7级以上的大地震的几率为99.7% 发生7.5级以上的大地震的几率为46% 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看它哪天发生而已 只不过Judy的预言说得更早 就是今年2022年 那2022年已经过了半年了 所以现在只剩后半年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挺危险的 作为一个加州人 我得担心经济的问题 Homeless的问题 治安的问题 没水浇草坪的问题 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地震有可能随时会发生 虽然加州的房子都有抗震的效果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 Judy的这个准确率实在太高了 所以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们要为大地震做好准备 那我等一下你会说一下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准备 那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预言也没有发生的 而且这件事情挺大的 那我也是会在影片的最后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它是有一些就是敏感度的 所以呢越少人看到越好啊 那因为呢我看了一下我的数据 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最后的 所以我把这个比较玄乎的这一条呢 其实也是必定会发生的这一条呢 放在片尾的最后啊 那我再跟大家就是看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我就是直接去了Judy Heavenly的官网 然后它第一条就说 加州会比美国的其他州 更快地走出COVID-19的疫情 虽然失业率很高 但是加州会比其他州更快地增加工作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那第二条呢就是 美国的众议员Karen Bass 和参议员Kevin De Leon 他正在六月份呢 竞选洛杉矶的市长 那除了这两个人呢 还有一个人叫做Rick Caruso 前两个都是民主党的 第三个呢Rick呢 他是从共和党突然转成了民主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加州从来就没有试过共和党执政 我不知道啊 有可能就是因为机会可能大一些 那朱迪把名字都写得那么具体了 我就每一个人都去搜了一下 去他们的个人官网 的确每一个都是正在竞选洛杉矶市的市长 但是要知道他这些预言都是去年2021年的12月5号写出来的 而且他这个文章非常的长 要拉很久才能拉到底 所以他肯定不是一天写出来 他这个肯定是在之前就已经写了不少了 然后12月5号发出来的 还可以听他们自己说一下 他们都有提到洛杉矶游民的问题 真的是挺严重的 那看完他们三个的演讲视频之后呢 我也觉得朱迪写得非常对 就是不能低估Rick Caruso 他受欢迎的程度 他开发了Americana 也就是Glendale的一个很著名的购物中心 还有The Growth 也是洛杉矶最高档的购物商场了 而且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呢 那边都是弄特别漂亮 大家购物都去那儿 那第三条呢 他就说加州的最低薪水呢 是在2022年会涨的 那的确自从2016年以来 加州的最低薪资一直都在涨 每年都在涨 所以这个倒不算什么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 你看201620172018之后 就全是每一年都在涨啊 但是在2016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子 可能几年才涨一次 之前你看都不是说是每年涨的 这个是2014年到2016年隔了一年 08年到04年呢隔了好几年 哦因为那个次贷危机嘛 你看到之前呢 并不是每一年涨的 但是近几年是年年都在涨 那第三条其实就是年年涨的话 并不是很稀奇 那第四条就是加州会在 今年有一个自己的仿制药 哦就是上网一搜 结果搜到华盛顿牛报 昨天才出来了一篇文章 就说加州州长牛森 刚刚宣布加州要做自己的胰岛素了 那胰岛素呢一般是给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病人的 就是赖以生存的药物啊 如果没有它的话呢 他们就随时可能死亡 那胰岛素的价钱呢 也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路飙升 从来没有下来过 从2014年左右是150美金一罐 到现在好像已经超过330了 就是那个叫做Novolog的这个药 然后呢听说就是每个病人每个月呢 差不多要用两罐这种药 所以每个月就大概要700块钱 胰岛素这个问题呢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像美国只有三家药厂生产 而且呢好像最便宜的就是 我刚才说的那一种了 那其他呢也有 就是造出来没有那么有效 所以就是这个价钱一直下不来 那牛森是在推特上面说 就是会有100个Million进入这个计划 其中一半50个Million用来造厂 另外一半50个Million用来造药 那他说中的第五条呢 就是一个由机器人驱动的移动披萨店 在洛杉矶开始了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网站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看到 他们的媒体上面的推广 叫做Stellar Pizza 的确就是在2022年开始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哈 他们其实是把自动做披萨的这个机器 放在box truck 就是小卡车的里面 然后呢当有订单来之后 他就会自动去把这些披萨做出来 你看他挤那个汁都是自动的 然后包括cheese也是 就直接就进了烤箱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 他那个truck里面能装很多个这样子的烤箱 就是一排竖着的这样子 而且他的那个pepperoni呢 都是一条棍 然后一下子一切 就全部布满在这个披萨上面了 听说还挺好吃的 而且这个老板呢 之前是spacex的前工程师 那大家有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因为只剩下一条还没有发生了 也就是加州会将发生5.8到6.4 plus有个加号在这儿 他还有说或以上会发生在洛杉矶 圣地雅各城县和三藩石 他不只在这个地方说 他下面还有一个地方呢 自然灾害这一条 他说了 其实他关于地震这条的说了两次 他说6.2到最高7.5级的地震 会可能发生在洛杉矶 三藩石墨西哥日本阿拉斯加纽西兰 然后还有纽约会停电 三藩石也会停电 那其实加州时不时都会发生一些小地震 比如说二级啊三级啊这样子的 大的地震呢 最近的一次是在2003年 就是施瓦辛格阿诺洗袜子那个 他当加州州长的时候发生的 那那个时候呢 发生了6.5级的地震 死的人数不多 只死了两个人 但是呢大家都停电了 而且当时晃得很严重 就是货架上面那些产品 全部都被晃下来了 酒瓶啊什么的 全都晃下来了 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就首先得准备水 就是把足够的水放在车库 或者是放在侧院旁边某一个地方 安全的地方啊 那还有其他什么呢 就是要准备 要不然就是发动机 因为会停电嘛 或者是太阳能板 就要不然的话 你手机可能就没电了 那一般来讲这个断电的情况呢 并不是说会延迟很久 就是很快就会重新来电 那可能还得准备一些能量棒啊 应急的食物啊 就放在水的旁边 或者是手电筒 还有就是墙上尽量 不要挂特别重的画 那万一掉下来可能会砸到人 还有玻璃瓶子啊 酒瓶子啊 都不要放墙上了 就尽量把它给拿下来 放地上 就是把它给围好了 放在箱子里面也行 因为如果它真的是那么准的话呢 如果你万一有很贵的酒 那你没锁好 然后掉下来砸碎了 不就不能喝了吗 那因为今年前半年的情况呢 就是股票跌得非常的猛 那到了现在呢 开始有点反弹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能够特别长久啊 因为七月份美联储加息 0.75也是差不多板上钉钉了 而且呢 它缩表其实怂了 还没有真正开始缩 那我们听美联储的意思呢 就上次开会 七月份开会的时候 意思还是要继续加息 所以那个股票走势呢 现在虽然涨起来 这个反弹弹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还是要有戒心哈 如果我们现在做好准备 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到底嘛 今年前半年实在跌太多了 然后呢 离那个底部应该越来越近了 所以大家都是要做好准备 赶紧去开个户 先存个两千块钱 薅个羊毛 薅个十股股票的羊毛啊 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进群 因为我们现在就开了一个群 就专门就是为了 MUMUMU就是投资股票的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交流 比如说你有什么开户上面的问题呀 国内的小伙伴 想要开一个户能够炒美股的 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或者是澳洲 新加坡那边要开账户的 还有美国开账户有问题的 都可以进这个群 记得扫码哦 那这个月在MUMUMU开户呢 就是存任意金额 都可以获得五只免费的股票 那如果你存两千的话呢 就有十只免费的股票 那MUMUMU也是纳斯达科上市公司 那钱存在里面的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它每个账户都有五十万的保险 就是说你钱存在那边 万一有什么事情 风吹草动的话呢 还是能拿回你存在里面的钱 直到它到达五十万 所以比如说你的账户超过 你在别的地方开户 存的金额已经超过五十万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在MUMUMU开个户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 股市投资有风险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底在哪里 所以呢万一它往下跌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小心 在股市里面的钱 尽量要投在比较稳的公司里面 那最敏感的这一条呢 就是它写了 China will make a move on Taiwan 也就是中国会对台湾下手 但是怎么下 它没有提 然后说了 美国对之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欠中国太多债了 那在台湾的小伙伴呢 就尽量在下半年多出国旅游 那么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 还特别留意呢 就是因为我不是买了一些中概股吗 我要知道我持股大概多长时间 如果它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就要赶紧抛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 就是美国股市呢 已经上个礼拜持续涨了五天了 那这个韭菜呢 也是慢慢养出来了 所以下个礼拜 他们会不会割 我真不清楚 就是现在我是觉得说 能赚多少赚多少 但我也只是一个小白 所以呢你不用听我的 只是我自己有这种直觉而已 就是包括Judy的这个预言 都是信不信有你 只不过她的预言准确率 真的是达到80%以上 所以我就希望说 它就停留在80% 对加州的预言呢 不要到100% 因为100%我们就地震了